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资料突自2016年3月24日法院立案受理,时隔两多年后,兰州进院县女童长杰,化名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,简称兰大二院,就以后,谈话而引发的医疗诉讼,迎来一审判决。 2018年7月27日,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判决,认为被告兰大二院对张杰就医后的诊断和治疗差当,但在库里措施及病例管理等方面存在过错,应承担70%责任。 判决书写是,法院委托甘肃及天司法鉴定,所进行了鉴定,鉴定意见认为兰大二院对张杰的治疗行为存在过错,与张杰探话的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,承担50%的责任。 但最终法院议少认定院方应承担70%的责任,理由是认为,病例是记录者疗行为的重要依据,但病例完全由医院方书写,记录,患者本人无法掌控。 而本案中被告病例,多次书写不规范,甚至自相矛盾,已经超过一半瑕疵的程度,反映出被告有相应的管理责任。 病例书写错误明显,2015年8月26日,当时14岁的张杰英抬头困难,被送到到兰大二院就诊。 该院谷歌主任张海虹通过和此检查诊断为追管内种物,当时孩子并无明显病状。 在考虑到伤在发育期,医院建议手术,9月2日,张海虹主导为张杰,进行了追管解压术,9月6日,张杰家属被告知病人可以出院。 原告称,9月6日,张海虹估计孩子痊愈了,便让副主任李彦宏,到小儿众政科检查,已确定是否能够出院,但李彦宏并未检查。 并和小儿众政科王海东副主任,一同做出让孩子出院的决定。 而实际上,张杰父亲当时便已察觉张杰自知无法动态,医护人员却告知一切正常。 因此被告家属变性以为真,带孩子出院,原告代理律师,甘肃厂派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建根认为, 于是孩子仍在小儿众政经护士,病例记录中仍然是病重状态,但却被告知要出院。 实际上当时医院已经知道孩子瘫痪,医院在明知此情况,下任孩子出院是为了躲避个人。 出院近一天后,9月7日晚,张杰便因为伤下肢无法活动而返回医院进行第二次手术。 二次手术后,张杰伤下肢仍无法活动,此后医院开取保守治疗,直至其出院。 出院后,孩子被鉴定为一级伤残,澎湃新闻www.thepaper.cn注意到,甘肃及天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认为, 自发性追管内应膜外血肿是一种少见的疾病,确切病因人不清楚。 手术前症状的严重程度与自起病,当手术时的时间间隔,是决定手术结果和育后的主要因素。 在超越病例后,鉴定机构认为,来到二院对于张杰的诊断明确,术前准备完善,手术适应证适当,术前也无明显经济症。 不过,医院仍然存在的问题包括,护理记录在7日出院前仍然显示病重, 第一次术后出院诊断未及时修改,术后病情发生是未及时有效的进行沟通, 因此鉴定认为,医院的过错与张杰的谈话存在一定因果关系, 过错行为的程度及参与度为50%,张杰伤残程度为一级伤残, 人被告双方均不认可鉴定结论,对上述鉴定结果,人被告双方均曾提出异议。 探决书写是,庭审中鉴定所代表出庭,接受了当庭质询,来到二院在庭审时便称, 女童所患的疾病是被一种少见疾病,现在医学水平还不能找到具体的成因,会引起脊髓损伤,一般都要手术治疗, 手术过程指正明确,不存在过错,该病症就是会引起四肢瘫痪,针对人高的情况,第二次采取导手治疗, 现在的症状四肢瘫痪是无法避免,医院还认为,医学鉴定结论也认为手术方案是适合的, 而因为在病人病重的情况,下任期处院,就认定医院存在50%的过错,与致志不符, 医院称,之所以让其出院,是根据出院当日和前一日的记录显示各项体征平稳,可以出院, 对于当时获益记录中孩子仍然病重的情况,医院承认存在没有及时修改的问题, 但庭审中辨称,该错误,为受写错误,并不会导致病情发展,不会造成侵权责任和手术之间的因果关系, 因此,医院不认可鉴定机构,得出的鉴定结论,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,但原告方对此说法并不认同。 黄简刚指出,病例记录中存在多处矛盾,医院有伪造病例的嫌疑, 比如在第一次入院过程中,同时存在两个科室,三个病床号的记录, 并且多次在小儿重症科和古三科间诊科,病例还出现记录顺势日期颠倒的情况, 原告方认为,蓝道二院第一次手术失败,后,却以体征平稳没有准远期出院, 后还发现伪造病例等问题,认为蓝道二院应该承担张杰瘫痪的主要责任, 原告方不认同鉴定机构,认定的仅承担50%责任。 一审判之前,主治医生张海鸿,曾向澎湃新闻表示, 孩子手术较为常规,第一次出院前的各线检查都无大案,因此医院才准备出院。 手术后之所以将孩子安排在重症间库室,是因为骨科病房已满,并很快在骨科病房有空床后,将患者转回普通病房。 而对于张杰在两次手术后瘫痪的结果,张海鸿婆为无奈地表示, 或许由于小孩的体制决定,从医学上来说仍无法解释,对于病例书写的问题。 张海鸿并未否认,他表示,科室的其他医生确实存在纪录不严谨的问题。 这也是目前该案中院方处于被动的原因。 判决书显示,原告方认为,来到二院骨科病无治疗章节疾病的能力, 对病情缺乏手术治疗,缺乏基本的措施,疏忽大意。 致死张杰瘫痪,而瘫痪时张杰仅四岁,其父不得不辞职在家库里。 原告认为,拦到二院的行为严重,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,因此提起诉讼。 医生把院认为,医疗纠纷是用举证责任的制,被告来到二院需举证证据其诊疗, 行为不存在过错及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。 病例显示,病人在入院时四肢激励五级,出院时却显示下肢激励为零。 但医院无法举证证明,是由于病人此生原因导致的癱瘫。 不过,由于该疾病在临床上较为少见,考虑到现有的科学水平及医疗手段。 在鉴定机构认可阅方手术方案的前提下,不排除原告自身疾病发展区域严重的可能性, 因此要求院方承担全部责任有失公允,综合权案情形考虑。 被告兰大二院应承担70%的责任,原告张某应承担30%的责任。 被告方来大二院应向原告张某赔偿包括医疗费,残疾赔偿金,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在内的各项损失,共计716514.12元。 张某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也被驳回。 对于上述一审判权,原告代理律师黄建更表示,家属将提起上诉。